同学们好,之前呢,我们学到了一般现在时态的两种结构 如果位于动词用b的话,那我们选的就是b这个词有三个样子,m is 2 如果呢,位于动词是其他动词,主语不是第三层单数的时候 那么动词我们选的是圆形,是不是? 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什么时候会用到b呢? 就是从中文的角度来讲,那句子当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词 比如像我说,我是老师,他是一名护士 从中文看,有是这个词,那么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位于动词就该用b了 这个b呢,有三个样子,m is 2 我们需要根据主语的不同,我们决定该用m,该用is,还是该用r 这一点我想大家现在已经很熟悉了,是不是? 简单的回顾一下,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的单数就是i的话 后面会用到m,主语是第三人称的单数 he, she, it的时候,后面会用到is 如果主语是其他人称,我们就会用到r,对不对? 那么如果呢,从中文的角度看,句子当中有具体的动词 比如我说,我喜欢睡觉,对不对? 对不对?有喜欢这样的词 那么主语如果不是第三人称单数的话,位于动词就用圆形 像我喜欢睡觉,我们会说成i like sleeping 当然sleeping大家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来的,你先不用管它 位于动词你会用了就好 那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学习了 如果从中文的角度来看,有具体的动词 而且呢,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我们就该采取这个形式了 就是动词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当然这个结构只适用于一般现在时态里足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什么样子呢? 什么样子叫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或者我们说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应该怎么变呢? 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好,大家来看 英文当中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构成 我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对于一般动词 我们直接在词尾加s就构成了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比如说像like 那加上s,likes 这就是它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run,跑步,对不对? 加上s就是第三人称单数runs 还有像live,居住,对不对? 加上s变成第三人称单数形式lives 还有像work,工作 那么加上s变成第三人称单数works 这是对于一般的动词 当然会有例外的大家来看 如果这个动词呢 是以福音字母加y结尾的动词 那么就把y变成i再加yes 再这样的话 我们就构成了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有的同学说 这样一来跟名字变复数不是挺像吗? 确实很像 你往后面看,越看会越像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变 比如说像cry这个词 那么以福音字母加y结尾 那么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呢 y变成i再加yes cries 再比如说像fly,飞 第三人称单数呢 y变成i再加yes flies 再往下看study 福音字母加y结尾 是不是? 外变成i再加yes studies 再往下看 by 你来看 by是以原音字母加y结尾的 那这个时候 它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呢 直接加s 跟名词变复数是一模一样 名词变复数也这样 福音字母加y结尾 那么复数呢 外变成i再加yes 但是如果是原音字母加外结尾 我们是直接加s 对不对? 好,我们往下看 接下来 如果这个词呢 是以sxchsho结尾的动词 那么词尾就加es 跟名词变复数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名词变复数里面呢 以o结尾的名词 不都是加es的 但是对于动词 几乎没有例外 唯一有一个例外的是do这个词 do 那么do这个词 你看他是加了一个yes 但是读音发生了变化 读成does 不再读成dos了 这个do是例外的 其他的我们目前见到的 没有例外的情况 好,你来看 teach 以ch结尾 教书这个词 对不对 那么他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加上yes 我们读作teaches 来,再往下看 wash 喜这个词 是不是 那么以sh结尾加es 我们读作washes 还有fix 以x结尾加es 对不对 都是这么来变 好,那么就这三种情况 所以我说变换方法 及读音规则 都类似于名词变复数 变换方法 我们见到了 跟名词变复数 几乎是一样的 是不是 读音规则 跟名词变复数 也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一样呢 因为你想 都是在词后面 加上了一个s 或者yes 加上的那个s 或者yes 要么发s 要么发s 大不了 它发上一个es的音 我们在名词变复数的时候 讲过 我简单的再提一下 到底该怎么发音呢 加上s或者yes之后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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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八个例外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个词 是以轻复音结尾的 那么再变成这个 不管是动词第三轻 单数也好 变成名词的复数也好 总之在它后面 加上了s或者yes 我们会发s的音 如果呢 这个词 是以轻复音 或者是原音 或者任何轻复音以外的 其他的音结尾的时候 加上那个s或者yes 我们会读成s 像刚才我们见到的by's 对不对 像live's 都是这样的读音 还有八个例外的呢 当时我们讲的 首先有六个 s 这六个 后面加上yes之后 我们读作is 对不对 过度一下 teaches washes fixes 它就是这样的读音 那么还有两个呢 如果是以t结尾的 从单词来看 最后结尾的是t 那么读音一般会读成t 加上s之后我们会读成s 如果呢 从单词看结尾的是d 那么加上了一个s之后 我们会读成s的音 这就是八个例外的啊 变换方法及读音规则 都跟名词变复数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必须要注意 大家来看 对于名词呀 是两个以上 我们才需要加上s或者yes 而且名词加上s或者yes 它构成的是负数的概念 是不是 多个 而动词呢 是在一般现在时态里 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加上s或者yes 加上s或者yes 是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名词加了s或者yes 变成负数 动词加了s或者yes 变成单数 这点必须要区分开 很多同学在很长时间内 对这个概念都很模糊 所以我现在呢 把它拿出来 专门拿出来提醒一下 所以希望同学们 对此呢 一定要惊醒啊 在用的时候 对于名词加上s或者yes 那是个负数的形式 对于动词呢 它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事实上大家想 b这个词不是有三个形式 m is 2吗 那个is 你看是不是也是第三人称单数 它也是yes结尾的 是不是 yes结尾 它也是第三人称单数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举例子 我们用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来举例子看看了 好 比如我说 Linda喜欢音乐 怎么说呢 Linda likes music Linda likes music Linda喜欢音乐 我们用like的形式 对不对 因为Linda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呀 有的同学可能对第三人称单数还拿不准 简单来讲 你就想能用he或者she或者是it来代替的 那么就是第三人称单数了 那接下来再举例子 我的弟弟喜欢葡萄 我的弟弟my brother 是不是第三人称单数 是 如果拿一个代词来代替 我们会用he 对不对 喜欢葡萄 那喜欢仍然是用like 葡萄 这个词呢 是可守名词 在这我们用复述 like grapes my brother likes grapes 来再举例子 我说bird先生喜欢牛排 牛排叫steak 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Mr. bird likes steak Mr. bird likes steak 再来举例子 bird夫人想要一些牛肉 想要叫want Mr. bird wants some beef Mr. bird wants some beef 你看 主语通通都是第三人称单数 那么动词呢 就加上一个s或者yes的形式 当然目前见到的这两个词 都是加的s 对不对 那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对于这种结构 否定句 疑问句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见到的 如果是用动词原型 否定句 疑问句 我们是不是给加了一个词do 然后呢 再把那个do 提到主语的前面 变成疑问句 在do后面加那 才变成否定句 是不是 这种情况呀 就跟那种形式 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把那个do 改成does就可以了 因为呢 do也是原型 我们本来主语后面 位语动词 如果用原型 我们就否定句 疑问句 加do的形式 因为do也是原型 而如果呢 位语动词是第三层单数 那么我们也加上does does就是do的 第三层单数的形式 只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 加上了does之后 动词一定要改回原型 这点大家切记 切记可千万不能用错了 因为加do的时候呢 对我们没有影响 那个动词本来就是原型 那么在否定句 疑问句 加上do它还用原型 它就基本没变化 对不对 但是加上does可不一样 原来这个动词用的是第三层单数 加上does之后 我们一定要改回原型 因为呢 一句话 位语动词里有一个地方 体现第三层单数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那个地方 就一定要把它改回来了 改成原来的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举例子看啊 比如我说 Linda喜欢音乐吗 就是把刚才那句话 Linda likes music 把它变成疑问句 一般疑问句 怎么说呢 加上does 放在句首 然后那个likes 一定要改回like 所以我们会说 does Linda like music 就这样 does Linda like music 再往下看 Linda不喜欢音乐 你要怎么说呢 Linda doesn't like music 是不是 Linda doesn't like music 不管怎么办 有了does 动词就一定要用原型 我们可以这么来记 建主动用原型 这个does也好 do也好 其实都是主动词 建主动用原型 我们不是说 加上了do之后 后面动词也是原型吗 因为它本来就是原型 是不是 加上does之后 后面那个词 也要改成原型了 那我们现在来 接着举例子看 我问了 我说 Linda喜欢什么呢 What does Linda like What does Linda like 你看 有了does like用原型 Linda喜欢什么呢 来再往下问 我说 Linda住在哪呢 住这个词叫live 我们看怎么问 Where does Linda live 非常好 Where does Linda live 来我再问了 那我说 Bird先生喜欢牛排吗 Does Mr. Bird like steak Does Mr. Bird like steak 那回答呢 我们看 对于一般疑问句 我们回答用简略的形式就可以 肯定的回答就是 Yes he does 那否定的回答就是 No he doesn't 就跟我们之前学的 Yes I do No I don't 差不多的形式 对不对 只不过 主意是第三人称单数 把那个do改成了 does而已 那接下来 我们自己造句子看看 我说 Emma喜欢什么 Emma 英文名字叫 Emma E-M-M-A 我们看要怎么说 What does Emma like 非常好 What does Emma like Emma喜欢什么呀 好 接下来我回答了 我说 Emma喜欢蜂蜜 但她不喜欢糖 蜂蜜叫honey 糖叫sugar 是那种调料用的那种砂糖 白砂糖呀 然后包括或者那种红糖 就那种糖叫sugar 好 其实应该是两句话 合成一句话 前半句 Emma喜欢蜂蜜 Emma likes honey but she doesn't like sugar Emma likes honey but she doesn't like sugar 我们看 对不对 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卫动词就一定用 第三人称单数的样子 好了 关于一般现在实态里 如果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卫动词该怎么用 它的结构 我也就讲到这里 所以目前呢 一般现在实态 我们就讲完了 卫动词有三种形式 要么你是b 要么是圆形 要么是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那么我们在 总体的分析下 其实就是两大类 是b动词跟其他动词 对不对 你要从b动词当中选呢 那你就是msr 你要是其他动词呢 我们就从圆形 或者是第三人称单数当中选 所以呢 对于一般现在实态 确实目前对大家来讲 学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一种实态 事实上 所有的实态里最难学的 就是这个一般现在实态 也不能说它最难学 它是最繁琐 你一般现在实态你掌握得很好了 到以后大家学一般过去实态也会容易很多 那么其他的实态学起来 其实都没有这么麻烦 所以对于一般现在实态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住 下去呢 我们不妨多举一些例子 或者呢 你多看一些书 看书多了 我们自己的语感慢慢慢慢就会增强 对不对 那你举例子的时候 你都用一般现在实态举例子 你看未动词到底该怎么说 好了 关于一般现在实态 我就讲解到这里 那就对吧 这个跟定期 一般的